女席墨水搞鬼,讲先约争炸财 台北市南港分局日前破获一起女席墨水炸财案 杨新男子以101万向28岁简为义购买二手兵士车 事后发现合约竟以女席墨水鲜血,惊绝被骗 对方杨称约先退还30万 相约见面后却将被害人强压上车 一路惦急,死到恐吓 不料高速行驶引起警员注意 在南港分局前停等蒙灯时将车揽下 被害人见机不可思伸手抓住警员大喊 警察救我 警员王义顺立刻贺令嫌犯下车逮捕 警方续后将四名嫌犯依妨害自由,伤害恐吓罪嫌宋败 被害的杨新男子认为幕后还有知识者 和警方深入追查 动新闻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atori患进行众